据台湾媒体报道,日本知名声优贺鸿美16日在高速公路上猝世,享年57岁。 此消息震惊了全日本民众,经纪公司公布死讯是心脏主动脉剥离,当时车子停在路边上并打开了警示灯,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。 不少网友注意到,他其实在死前一直在强忍身体的病痛,直到停好车后才断气,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事故。 据悉,急性主动脉剥离,会让患者在数秒内产生强烈撕裂性的疼痛。 众人猜测,他在发病时承受着很大的痛苦,但是仍能打开警示灯,提前减速停下车子。 网友们也激动留言,看到这个情况真的会让人痛哭,突如其来的病痛还能拼命把伤害减到最低,努力不让其他人卷入危险之中,真的很勇敢。 贺鸿美1960年3月出生于日本,代表配音作品有七龙珠系列,面包超人,古灵精怪等等。 从少女到成年女性,又从气场十足到温温尔雅,他善于处理各种各样的人物声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